有没有觉得对不起球迷 柯敏豪 前SBL球员柯敏豪涉嫌打假球遭起诉 收押78天的他疑神法院带手铐模样狼狈 不见昔日球场上的意气风发 球案唯一被收押的球员柯敏豪开尖压亭的时候 承认自己确实在某几场比赛有下注 但对于吴静莹指控他操控比赛的输赢 他是否认的 企图让吴静莹做出切割 这起案件去年爆发 检警历经三个月侦办 认定有七场比赛是靠球员控制比分 另外有11场赛事有球员涉嫌签赌 有没有打假球 不会觉得对不起球队跟球迷吗 柯敏豪知道助教邱继伟是地下签赌组头 介绍给吴静莹等其他球员认识 协助下注签赌 多名球员也配合控制比赛分数 榨取赌资 检方一榨七赌博 违反运动彩券发行条例起诉15人 包括前玉龙球员柯敏豪 吴静莹 洋将班爸等 还有助理教练喊四名友人 检方分析过滤比赛影片 发现投篮精准的得分后卫吴季颖 投两分球篮外空心 其他涉案球员也出现罚球不进 传球不出力遭抄劫快攻等不合理失误 企图操控球队的输赢 传出吴季颖打一次假球可赚30万以上 其他配合球员则是3到5000元 检方一向法院没收不法所得2000万 全案唯一一名被告球队前锋翁嘉宏 因为味道案遭通气疑似逃往大陆 他的大学恩师王金城 接受平面媒体访问 感叹翁嘉宏 以前读书时连麻将都不打 进了直男之后被朋友带坏 染上赌博恶习欠下大批赌债 场上真真假假看不清 直男假球风波 恐怕让这些蓝坛之心 再也翻不了身 TV的新闻 威脅前锡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